例如你早前在Facebook的言論 你覺得是否一時意氣 還是我想得很清楚我寫出來的 我從來不是一個很衝動的人 你不像 但當時我都會 例如人心慾造 你怎麼都會覺得 我們現在一圈一圈在直播 視像直播 可以去到一圈的Facebook Fan Page 剛才那邊的Facebook 你會覺得正常的 例如你拍拖一段時間 也會有感情 我突然跟你說分手 你明不明白那種感覺 會抽著抽著 而我其實覺得原來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很渺小 很多東西未必可以自己控制得到 無論你很努力去做工作 我可能是探飾一些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 我會覺得從此而明白到自己掌握到的事情 一定要努力去做 掌握不到的因素就不要再想了 你用拍拖來形容這個關係 當對方要提出分手 但你有沒有去玩劉哥 我很喜歡你 你繼續和我一起抹拖 其實真心 他們以前的公司都是有留我的 但我與大家在傾談上的方向 未必可以很一致 或者達不到共識 那你Facebook寫了這段文章 是否被人剪工作 因為我講了這麼多之後 你還是去回這段文章 我嘗試去了第二段文章 把你鬥回頭 這是台柱 很重量 臣虎好心 很厲害 那你Facebook寫了這段文章 是否被人剪工作 有沒有影響 其實你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是這樣的 工作這些應該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轉變 我相信是一個大公司的安排 剛才我說的 自己控制不到的事情 你想來也無謂 亦都是這樣說 可能你知道你的去向 未必會留在公司的時候 很正常就是 我沒有理由開一個很長的節目 讓你再去做一個主持 又為了開一個西章東網給你 沒理由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大問題 但其實我也還有劇 我也有客串 很開心 你的意思是還有拍 我有客串了兩套劇 其中一套也跟羅家良有對手戲 這些也要很感謝劇監製的起用 因為在約滿之前 有這樣的經驗 其實是很開心的 其他產品確實是沒有的 但我覺得亦都是趁著這大半年的時間 自己沉澱一下 又發展一下新的方向 譬如好像現在這樣 一約滿了 很多之前種落的種子 或者這八九個月做落的功夫 現在就開始 開始問一下 我覺得上天都很疼我 好像很多事情都給了一個訊號 我去思考 然後去做 然後就會一步一步幫我安排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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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